未来光伏,谁是真正龙头呢?如果否定科技革命对未来产业深刻变化,带来的行业变革的话,那么现在的格局可能已定。但我认为,这个行业格局正在深度变化之中,我们必须从多维度去思考。 第一,从产业链角度看,从硅料、硅片、电池片、组件、逆变器、支架、电站、设备制造各环节看,每个环节都有新进入者,但目前正在形成新的格局,每个环节都会龙头出现。 第二,从商业模式角度思考,是垂直一体化战略还是专业化?这个要资源匹配、管理水平、竞争格局、技术变革、产业波动等多种因素去思考。 有人竭力吹捧一体化剩余专业的观点,其实误导产业和资本。 第三,从新技术武装制造方式角度看,智能制造是必然趋势。 谁掌握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工艺,谁具有先发优势、半导体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才代表未来的产品力。 目前,光伏上市公司300亿市值以上有,龙基3500亿,通位1700亿,阳光电源1000亿,中环770亿,弗莱特770亿,京奥650亿,福斯特650亿,天河480亿,杰加伟创460亿,京盛380亿,卖为350亿,艾续330亿,上基320亿。 那么未来会改变吗?我对主要公司做些分析。 一、龙基股份目前3500亿市值,中国光伏市值第一。 从目前资本市场盲从性,我觉得市值还有空间,到5000亿市值应该无悬念的。 但龙基主要的成长,亭景主要有龙基的技术创新能力,如果沿用了传统民企的拿来主义压力越来越大。 龟片环节,它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了,大尺寸215S182谁是主流,其实龙基输了一大招,这个未来由市场检验。 电池片环节,无论是技术还是成本龙基竞争,不过爱蓄和通微。 组建环节龙基,如何与天河光能、京奥等专业厂商的竞争问题。 龙基的一体化模式,从某些特殊阶段是有优势的,在全产业链没进入全面智能化制造之前,龙基有成本优势,但是随着规模扩大,龙基优势会递减。 龙基未来出路,只有自我革命,低调形式。 不过未来向下游电站发展,可以期待的,尤其是分布式电台,也许重大机会,龙基市值管理水平,未来上5000亿不是梦。 有人说市值上万亿,从格局上觉得暂不可能。 二、通微股份。 目前市值1700亿,市值比较适合,没有高估。 通微是十分务实的公司,尽管进入行业时间不长,凭借著名企业家刘汉元掌舵能力,公司成本管理,战略能力,市场开拓均有优势。 目前,公司正在做一体化思路,复制龙基的道路,公司的硅料、电池片都是第一梯队的。 目前,公司存在很多隐忧。 一是公司硅料面临强大的对手保利协心,尤其是是颗粒规新品通微,输了一局的可能。 二是公司新进入硅片领域,业内惊讶,如做210硅片,昔日与中环市合作伙伴,变成竞争对手。 关键是如何保障成本优势。 三是电池片环节爱序,绝对不是省油的灯,而且无论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,爱序正在追赶成为全球龙头。 不过通微凭借如此产业规模和管控优势,在巨大的产业蛋糕面前,通微市值上3000亿,直至5000亿是有希望的。 三,阳光电源,目前1000亿市值,暂时有些高估。 公司董事长曹仁贤,是我熟悉十多年朋友,他本来是合肥工业大学当过教授的逆变器专家。 过去被华为压制了多年,随着国外厂商退出和华为某些市场的退出,凭借曹总团队产品力、市场力及竞争格局转好,阳光电源未来之路是阳光明媚。 不过阳光电源未来克星是华为和顾德威。华为重返市场的价格战尚未消除,顾德威尽管规模不大,但是它的创新能力和产品力绝对不能小视。 尤其是在祖串市和储能逆变器竞争力,顾德威已有先发优势,且渗透率正在扩大。 但阳光电源作为全球逆变器龙头是可期的,而且正在向下游智慧光伏数字光伏发展,中长期看3000亿市值,绝对不为过。 四、中环股份,目前770亿市值,严重低估。 中环最大的优势是战略能力、技术创新力、产品品质力、国际化能力。 TCL入驻后,在财务管控、资本市场管理的短板有息得到弥补。 中环未来三大引擎,一、中环三大赛道具有明显先发优势,一是大尺寸硅片缔造者,二10硅片引领全球光伏产业。 未来200G瓦很快看到,二是它叠瓦组件又是全球第一,未来集成本优势和技术的独享性。 三是它半导体硅片业务,本来就是国内第一,却被人冒充。 驱荣8寸硅片全球龙头,8寸12寸直拉重餐轻餐国内龙头。 二、中环智能化制造优势。 中环硅片在拉筋切片环节,其智能化水平在国际合作伙伴支持下已经全球标杆。 三是公司进入TCL科技大家庭后,协同能力加强,公司资本运作,财务管理的短板有望填补。 市场正在等待李东升发领枪的扣动。 1500亿很快达到3000亿4000亿还远吗? 不过中环也有很大风险,就是防偷。 一旦技术被偷,人才被偷将是中环灭顶之灾。 希望李东升、沈浩平守住家业。 五、京奥科技,目前650亿市值。 这是十分具有进取新公司,短期市值有点高估了,觉得未来上2000亿市值的公司。 核心原因,这个公司会反思中进取,仅仅一个案例足以说明,本来京奥站在182集团,后来弃案投名,正式加入210联盟。 但公司尚有两件事要解决,一是与龙基一样,旧产能沉没成本如何消化。 二是进宝方同志,核实归位。 以上问题解决了,成为小龙基完全有可能。 六、天和光能。 目前不上500亿市值绝对低估。 天和光能的掌门人,高纪凡著名大学物理系高材生,又是行业专家。 公司优势就是洞察力、产品力、国际化的市场力,还具有全球产业整合能力。 公司是210联盟核心企业,在光伏500到600瓦组件,活动支架,智慧电站,具有先发优势。 50G瓦组件即将量产,前期被有人说,大尺寸210组件,不能在集装箱运输,被证明是谣言。 资本市场有了新的认识。 这个公司是组建龙头企业是直上1000亿,是时间问题。 不过有件事让我不解,为何要与通微合资造规骗? 是否好了伤疤忘了痛,是否光伏人欲望又在勃起? 7.艾序股份 目前320亿严重低估。 公司实际时空人陈刚是光伏牛人。 团队核心人员分别来自台积电和日本京词。 笔者曾经写文章《艾序》将会是电池片行业台积电。 艾序最大的优势是洞察力、创新力、成本管控力。 公司36G瓦电池片产能已经形成。 2021年,公司210尺寸电池片可达20G瓦。 实现利润中位置20亿元,预期差最大的光伏公司,今年也许给市场来来惊喜。 我认为艾序两年内上800亿市值是正常的,中长期上2000亿是必须的。 8.上机数控 市值320亿应该高了。 本人对公布公开信息,真实无法判断。 如果这商证券延报是可靠的,那么公司上500市值也可能。 不过这个市值管理水平和如此高调,使我刮目相看。 9.顾德威 目前200亿市值,光伏逆变气新秀,产品竞争力极强,尤其是储能逆变气作为全球龙头,市值上500亿是确定的,如不走弯路,未来上1000亿可以期待的。 10.中信博 光伏活动支架唯一上市公司,智能跟踪支架国内市场渗透率仅为5%,由于这类支架可以大大提升发电效率,全面应用开启。 公司作为支架龙头又具稀缺性,那么市值该值多少,市场汇出答案。 光伏产业链细分龙头很多,设备、玻璃都明摆着的,未来都有机会。